郭敏東有立法委員 涉及太多太多的案件 我們隨便講幾個就好了 沒有趙陶的 涉及其他案件 五折員就一個嘛 五折員亡命海外啊 最後聽說死在海外啊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來講 我趙沙康說 幫他申援的 搬成不回身為的 也變成共犯 你們趙陶案的共犯 笑話人的嘴 按照這個標準我請問一下 那個抱著林醫師肚子 你是我的兄弟 幫他助選的那個人叫馬英九的 那請問你馬英九是什麼共犯 33123什麼共犯 很簡單嘛 林醫師話來幹了什麼事 很簡單嘛 你不要按照這個標準來講 你要是政治人物 我跟你講以前做不到事情 年輕人的時候做不到事情 因為問題是你是什麼態度 那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要說有錢人口 拜託一下好不好 他們看他們老伯 顏青標 我個人認為 當國標 顏青標 他其實到年紀大了以後 他是很海派的一個人 很好 很阿薩的一個人 尤其到後來 參與了大甲正南宮媽祖的活動以後 我覺得他跟他年輕人是不一樣的人 但是你不能因為這樣子 那麼就忽略了顏青標 他也曾經因為掃黑被管訓過 他也曾經因為喝花酒爆公帳的事件 還有小弟下面的小弟 那麼因為捲入了槍擊案 所以被判刑七年去坐過牢 但我們會因為這樣子認為更生人是不對 不應該給他一個機會嗎 顏青標當過立委 當過台中縣的這個議長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一個金融併序 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可以存在的地方 現在說的有嚴重 今天說的有嚴重 各位 勇敢的去面對自己的出身 跟自己的這個等於說真相 這是很困難的事 各位不相信去打Google 你打陳柏惟然後賭場就好了 跳出來是什麼 跳出來是去年 2020年6月6號 還行什麼事 不是韓國瑜被罷免 你打陳柏惟打出來是 剛好在那天 陳柏惟接受那麼電子媒體的專訪以後 他侃侃而談 自己從小在賭場長大的那一段 難以回首的過去 他們是賭場的人頭 所以他從小在賭場那個環境下長大 都在那裡吃便當 然後呢 萬一因為賭場發生什麼事 他們老被就是人頭 要用警察機關抓去 今天這個所謂陳柏惟 什麼賭博這個事情 陳柏惟剛剛跟你講了 游藝場說所有人都被警察帶走 我跟他報告 我們現在打麻將 打麻將覺得沒什麼 你要知道你在公園裡面 老伙子在生氣 他媽媽賭博才抓去關 你知道嗎 如果按照法律的規定是這樣 那你知道陳柏惟講的這個故事 跟各位報告一下 尤其是少年人 我們現在連線遊戲很多對不對 但是以前包括快打旋風 包括很多的連線遊戲 中南部最多是什麼 遊艺場 電子遊艺場 他外面一定一日後對不對 就是一些我們玩的遊戲 像現在很多連線遊戲很多 以前我記得最多的是打飛機 飛機然後打去打炸彈 那個很多 但是呢 在他的後面 就是屬於限制級了 賭博的 我說我賭博性電話 民國85年還那時候還發生過 周仁森電話必要對不對 但是呢 在台灣很多很多這樣的一個 尤其在中南部 很多的電子遊艺場就是這樣啊 頭景是娛樂性的 小孩在玩 還是少年人家在玩 你知道陳柏惟 他除了喜歡打這個快打旋風之外 他還很喜歡跳那個跳舞機 你知道嗎 他就要跳跳舞機 陳義祺就要了解了嘛 跳舞機就跳一個世界冠軍 我告訴你 他有一個冠軍 他有一個 我告訴我 世界冠軍 在台灣做冠軍 對 你可以玩這個電動玩具 玩到比冠軍就對了 他平常就是一個 他就是喜歡 他就是好動 陳柏惟就是這種出身的人 你要說陳柏惟是一個 如果出身的時候很好 講說郭台銘的金子 金孫 還是說王英慶的金子 金孫 他不是這種人 陳柏惟從小被他的 那個阿公的代大 阿公在他吃飯前 都要他用台語 把他自己的出身背景 跟名字講一遍 要講用台語講到尾上 所以他現在的台語 是這樣訓練出來 阿公說你如果沒說清楚 這飯飯跟這雙豬 要給我吃 要給我拿你知道嗎 他從小是被他的阿公 這樣是訓練長大的 他從小的環境沒有大家那麼好 他從小成長在那個 跟爸爸必須到賭場去 然後吃便當 看著大人在那邊 在那邊拔掉那種環境下 我現在不是在說 陳柏惟有多偉大 我是跟各位說 有很多小的成長環境 是你跟我們沒辦法去決定的 當然是我們沒辦法去決定 我們的老百老百姓 什麼人一樣的意思 但是能夠出乎你不然 不是壞事 今天陳柏惟所作所的意 你要把他罵 如果他做一年高高的立法委員 他做了壞 他貪污 他腐敗 他倒財殺死 他不當得利 他玩弄女人 然後甚至於心侵害 既然他有牽涉了這些案件 你跟他罵我沒意見 他對不起你們台中的鄉親 我也沒意見 有嗎 如果沒什麼事 你什麼都要用他身上砸泥巴 你只有一個所謂的毒品就好了 說那個毒品 我有現在說毒品 因為毒品不叫什麼都來了 這只剩一個女兒而已 那你現在說幾本 你今天到安寧病房去 請問你安寧病房 痛到無以復加的情況之下 他打的是什麼 他打的不是麻藥 他打的是馬啡 馬啡是不是毒品 馬啡是毒品 毒品用在安寧病床的病人的身上 就叫做要用的麻醉劑 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麻也是一樣 加州剛通過 大麻可以作為所謂的 要用麻醉品 但是至於你要不要當作娛樂性的 那是另外一個討論的空間 就好像你不可以說 因為民進黨說 他的長期目標是要廢除死刑 然後你就說民進黨暴斃死刑犯 民進黨暴斃殺人犯 你不可以這樣把它放上等號 他們現在要用什麼報很簡單 說完都很好聽的 他們現在用的報就很簡單 我剛才說的 陳柏惟你看跟特殯有關的 跟綽頭有關的 明明跟酒駕沒關係 現在就挑戰把酒駕拿進去 對不對 現在又跟賭場有關係 沒多久 我不知道說對還是不對 搞不好明後天 真的有人跳出來說 有人在PTT 有人在哪裡 突然間又不負責任的講一個 他劈腿他怎麼樣 把陳柏惟把所有負面 往他身上灌了以後 目標不就10月23號 要把他給罷免掉 他媽媽